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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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收看《自然簡單》 我是超老師 那今天晚上我們要上的是 青年級國一的生物啊 就國一的自然 目前的進度我講的是第二章 是講那個遺傳法則裡面的 基因與染色體的一些課程喔 好 再看那個講義的事實事業來 我把那個重點做一個 簡單的說明喔 第一個呢 什麼叫做性狀 在我們的課本裡面提到的東西啊 叫做性狀 好 所謂的性狀呢 它這樣子喔 表現於外 你看得到的特徵 就叫做性狀 譬如說看到老師 的膚色比較深 那是一種性狀 我的眉毛比較粗 也是一種性狀喔 然後老師的頭髮喔 那個額頭比較高 那個也是一種性狀 耳垂呢 比較貼 貼那個臉頰 一樣是性狀 然後呢 老師是單眼皮喔 那也是一種性狀的表現 所以什麼叫性狀呢 表現在外 看得到那種形狀 就是表現出來的 就稱為性狀 任何東西都是啊 像老師的一個嘴唇的大小 鼻子的高低大小 像那個拇指有沒有彎曲 耳垂有沒有分離啊 都是一種性狀的表現喔 所以這叫性狀 那什麼叫遺傳呢 就生物的一些性狀呢 它透過生殖的方式呢 傳給子代 所以叫遺傳 比如說呢 老師現在表現於外的性狀 是哪邊來的 一個是我爸爸給的 一個是我媽媽給的 這兩個融合在一起 就變成老師我本身 那你們也是嘛 就是父母給的一些特徵 融合在一起 變成你的一個 一個表現出來的樣子喔 就稱之為一個遺傳喔 所以遺傳呢 就是把那個生物的性狀 它傳給子代 就稱之為遺傳 好 那個整個這個遺傳法則呢 是透過那個一個是 叫孟德爾的一個神父喔 那遺傳學之父 孟德爾 孟德爾是那個遺傳學之父喔 他那蠻好玩的 他本身是一個神父喔 那神父當然就是 我看到電影裡面 神父都很忙碌啊 一下要幫人家告解 人家找他告解 一下要主持什麼一個 那個什麼一些禮拜啊 對不對 那有時候婚商喜慶 神父都很忙碌的 但這個孟德爾這個神父 他蠻好玩的喔 他在那個教堂的周邊呢 種了很多一些那個 那個碗豆 他發現碗豆呢 很特別喔 有些是高的 有些是低的 有些碗豆種子呢 是圓圓的 有些是皺皺的 他去研究它 然後做出一個整理出來喔 所以我們說那個遺傳學之父啊 就是孟德爾 他在利用閒暇的時候 他說啊 利用教會閒暇的時候呢 去做一些研究 選擇碗豆做研究喔 其實也是很好 因為是碗豆呢 它的生長周期比較短喔 如果今天孟德爾在海邊 他找烏龜做研究 你就想喔 那烏龜的壽命啊 動不動就是二三十年 四五十年以上 那等到烏龜的子代 孟德爾都老了喔 所以好在他找這碗豆呢 他的生命周期比較短 大概就是一年兩年 就是一個旗別就出來了 所以容易觀察 他的一個性狀的一個改變 所以你在做那個研究的時候 也是要挑那種 實驗那個生命周期比較短的 所以人類也是嘛 我們在做那個實驗的時候 會找什麼 找白老鼠 因為白老鼠的生命周期很短啊 對不對 他從小老鼠到長大 他可能只有一兩年的時間 挑一個生命的一個周期 那我今天找的是烏龜做實驗對不對 然後你從龜蛋開始孵化變小烏龜變大烏龜 哇那一整個都拉起來 叫四五十年的 你那實驗就做不出來了 所以那個實驗的那個對象也很重要 所以他找的是碗豆 那碗豆有什麼特性呢 第一個 它的生長期很短 第二個它的子代種多 碗豆上面很多的一些種子嘛 它的子蛋很多 那你不能找那個子蛋很少的 它就產不出來的 沒有產卵的 或是它種不出種子的 不行喔 然後再來呢 它有一些成對的特徵 穩定的性狀 可以當做觀察的一個指標 所以他就利用這個碗豆 來去做觀察 那發現呢 碗豆的種子的形狀呢 有圓的 有皺的 它的花朵呢 顏色 有紫色跟白色 有紫花跟白花 它的筋的長度呢 有高的 有矮的 所以很容易做一個明顯的一個判別喔 就不需要太複雜的一些檢查 也不能說這個性狀喔 要透過很複雜的一些 一些檢測來知道 它可以很明顯 肉眼看得到的 這樣的性狀最容易做觀察喔 所以碗豆具有這樣的特徵喔 當初它選對了喔 選擇碗豆做實驗喔 好 它的實驗過程這樣子喔 它採那個碗豆呢 是做那個自花壽粉 有時候它怎麼做的喔 譬如說呢 它發現喔 我們舉個例子喔 譬如說碗豆呢 它會有白花 跟紫色的花 白花跟紫花喔 它這樣子喔 我這一片 這一片呢 都是種那個白花 這一片呢 都種紫花喔 先把它分開來 結果發現呢 我種的紫花裡面呢 他們在互相自花壽粉的時候 就把它的花粉去碰它的花朵 自花壽粉的時候 欸 都還是 都還是那個紫色的 但突然有一次呢 發現喔 紫花裡面 突然跑出了白花 欸 照理說 可是白花喔 白花怎麼自花壽粉 都是白花 白花不會跑出紫花 但紫花就很奇怪 怎麼在配對過程的時候呢 發現紫花的下一代 跑出了白花 所以這白花 就稱之為隱性喔 那紫花的話呢 就稱之為顯性 那這個要把它做個分類喔 它把這紫花呢 它的基因喔 就把它分為喔 因為我們後來呢 後來我們研究發現喔 染色體上面呢 這染色體喔 染色體上面呢 在那個相同的位置 的這個地方呢 它有個等位基因在 那這個等位基因呢 它就控制一種性狀 譬如說 這花的顏色呢 是靠這來控制的 那這個花呢 它是紫色的花 所以它表現出來 它的等位基因 可能是 大R 大R 或者是 大R跟小R 它的基因是一對對的喔 那這個時候呢 大R 就表現出那個性狀是紫色 假設紫花是 紫色顯性叫大R 白花是隱性叫小R 然後發現喔 這個紫花呢 它的基因型是大R大R 或大R小R 那表現出來呢 都是紫色 那白花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小R小R 所以小R小R呢 它配出來就是白色的 那等一下我們會特別介紹這個 旗盤方格 去瞭解說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 好 好 那我們再來馬上就切入到那個 旗盤方格法了 那我剛剛說的喔 因為這個花呢 它有分為那個 紫色的 跟那個白色的 好 我把這個舉例好了 來 我把這個查點 那在植物在進行有性生殖的時候呢 它也都會產生配子 那配子呢 就是透過那個 減速分裂所產生的喔 因為我們都說有性生殖 一定會必然過程 就是減速分裂 減速分裂怎麼樣 它會把那個成對染色體 給它分開 變成不成對 那我們剛剛說喔 像這個是染色體呢 我再重畫一次喔 染色體喔 這個是 形狀相似 大小相等的 這種的染色體 稱之為同源染色體 一個是那個 金 就是一個是 一個是父親給 一個母親給 講到植物的話呢 就是一個是胸瑞 一個是 就是一個花粉的精細胞 一個軟細胞 這樣配對出來的 那減速分裂的時候呢 這個成對染色體就會分裂喔 所以我剛剛說 這個是等位基因啊 它們就會分開 它會分成了兩個不同 分成四個子細胞 它分成四個 我只畫一個 然後要分四個喔 就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比如說這個是一個花粉的精細胞 經過減速分裂之後 所產生的精細胞呢 它會有四個喔 就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喔 這四個裡面呢 都是不成對喔 像我們剛剛說喔 假設呢 這個是一個紫花的 藍色體 它是屬於大R 跟小R 假設了喔 所以表現出來就是紫色 因為大R是顯性 有大R 就表現出紫色的顏色 那小R雖然有在 可是隱性的基因 它就表現不出來 所以只有大R就會跑出紫色的喔 所以呢 它在做那個 在做那個 配子產生的時候 產生的精細胞呢 它都會怎麼樣 都會變成一條一條的 因為都不成對 畫超過了喔 好那其中的話呢 這些的等位基因呢 就分配在這些的精細胞裡面 對不對 然後怎麼分呢 分成這樣子喔 有大R的 有小R的 有大R的 有小R的 好那這個時候呢 再跟那個軟細胞做配對 軟細胞也是一樣喔 它也是一個會有一個 沉對染色體 那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控制花的顏色呢 在這個位置喔 假設呢 這個花一樣是紫花 它是大R配小R 你看喔 這個 我寫一下 不然會忘記了 我們剛剛上面這個呢 它是精細胞 我寫個精喔 寫完整 精細胞 寫精很奇怪 精細胞喔 這個是個軟細胞 軟母細胞 好這要跟著 精母細胞 軟的母細胞 因為它是減速分裂前 它是一個完整的 它有成對 所以精母細胞 軟母細胞 它都是成對的 可是呢 後面減速分裂之後呢 產生的這個精細胞 它就是單套 所以我們剛剛畫 這精細胞呢 它會變成單套 本來是兩條 變一條 對不對 軟母細胞也是啊 一個變四個喔 那也都是所謂的單套喔 啊 這是軟細胞 軟母細胞 它變成四個 軟細胞喔 那軟細胞都單套 好這軟細胞的話呢 一樣一個變四個喔 它是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喔 一二三四喔 那這四個呢 軟色體怎麼樣 從兩條變一條 比如說變一條 一條 都變一條 畫超過啦 應該是不要超過 再來喔 那這個等位的精英呢 就在一樣的位置喔 等位精英 正式控制那個花的顏色 假設這樣操作喔 所以呢 這軟母細胞呢 產生四個軟細胞 也都怎麼樣 會有分配成大阿 小阿 大阿 小阿 那配對的時候呢 是說這邊的精細胞 去配這邊的軟細胞 配成一對之後 變成一個新的生命 新的種子出來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如果是這個大阿 配到軟母的這個大阿 大阿配大阿 什麼色 紫色 如果這個大阿配到這邊的小阿 什麼色 還是紫色 會有白色嗎 會有喔 如果這個精細胞 是剛好這個小阿 配到這個軟的軟細胞是小阿 小阿配小阿變什麼色 就變白色去的 所以白花就跑出來 所以 兩個都是紫色的花 自花受粉紫色的花 但是跑出來 會有白色的跑出來 白花跑出來 是這樣子來的喔 好 那解釋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棋盤方格法 然後跟一個什麼叫做精英的 一個精英型跟表現型喔 所以老師剛剛是寫東西呢 它的白花跟紫花 看得到的 就是表現出來的性狀 它稱之為表現型喔 它表現在外的 叫表現型 好 可是呢 白花的基因呢 就只有一種 它就是小阿小阿 好 所以小阿小阿 配對出來 就是白花 怎麼寫小阿小阿 因為是一對 我剛剛說嘛 這個是成對的軟色體 那成對裡面呢 控制這個花的顏色 在這個相對位置的一個片段 我們稱之為等位基因 這等位基因呢 對這個白花來說 兩個都是小阿小阿 是隱性的基因 因為是隱性的 所以它花開出來 就是白色 所以我剛剛說 白花的基因型 是小阿小阿 那紫花呢 紫花有兩種 一種是大阿大阿 兩個都是顯性的基因 一種是大阿跟小阿 這樣出來也是紫花 因為只要有大阿就是紫花 所以 像我這個寫的話呢 就稱之為基因型 所以我們花的顏色呢 只有兩種 可是基因型怎麼樣 它就會有三種配對法 有小阿小阿是白花 大阿大阿大阿小阿 都指的是紫花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沒有之後呢 好來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那個 就是什麼叫做棋盤方格法 它在我們的一些後面的運用上 怎麼會操作它 來 我把這個先擦掉 這個很重要 我現在講的是那個棋盤方格 那以上這個可以做個筆記的整理 你可以把這個內容啊 就寫在 好像沒有什麼空白地方可以寫 你可以寫在那個 在那個 獎益得地 46頁好了 不過我這邊這個 的一個範例呢 它是把那個大阿跟小阿 當作那個種子 它是圓的還是皺的 這個是圓形的種子 圓形 它的種子的外觀看起來是圓的 還有一個就是皺皺的 這樣子 皺皺的 圓形種子的話呢 它是 大阿顯性 皺型的話就是 隱性小阿小阿 所以圓形的話呢 它除了大阿之外圓的 還有一種就是所謂的小阿小阿 所以圓形種子的基因型 它表現出來 因為那個圓是顯性的話 它是大阿大阿或大阿小阿 表現出來 種子是圓的 如果是小阿小阿的話 表現出來 這個 種子就是皺的 叫皺型種子 所以它種子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很圓的 很飽滿的 它是顯性的基因 叫大阿大阿或大阿小阿 另一種是 種子看起來就皺皺的 它所謂的小阿小阿 這個時候呢 把那個種子 就是把那個花朵 採生 這樣種子的花朵 重新配對過 假設我這樣配 來 這個是大阿大阿 就是這個圓形種子 它的基因型 金跟卵 是大阿大阿 配大阿大阿的話 你會發現 它的紙袋怎麼樣 全都是大阿大 因為我們在配的時候 這樣配 大阿大 這個配這個 大阿大 這個這個 大阿大 這個這個 大阿大 這個這個 大阿大 如果你是複習一定有無聊 但是你如果第一次聽的話 你知道說 這個百分之百 都是 圓的 這是圓形種子 因為全都是顯性 所以全都是圓的 比如說 我現在這兩個花 它配對出來 它的 它的生出來的這個紙袋 全都是圓形的種子 對不對 那我們再配另外一個 那如果呢 它是小阿小阿呢 小阿小阿去配對小阿小阿 比如說我現在是 揍形的種子 它產生的種子是揍的 它那個花後 去重新配對過 所以揍的花 就是揍 產生揍的種子 那個花朵 互相授粉 然後配對出來之後呢 它的紙袋 也都全都是 可見 都是小阿小阿 對不對 你這樣講到沒什麼特別啊 那就變成說 圓的生出來就圓的 揍的 揍的就生出來就揍的 對不對 其實不這樣子的 好 再來我們再看 只有這樣子例外 所以你看 兩個大阿配兩個大阿 全都是圓的 兩個小阿配兩個小阿 全都是 揍形種子 都是揍的 好 再來我們換一個 那如果是 這個 圓形種子呢 去配上揍形種子 什麼意思呢 你看 我把這個圓形種子 它的基因形是大阿大的 去配上這個揍形種子 它的基因形是小阿小阿的 那配對出來呢 它的種子會怎麼樣子 而且我發現 全都是圓的 為什麼 因為配出來之後 全都是大阿小阿大阿小阿 那全都是大阿小阿 什麼情況 就是說百分之百 全部都是圓的 換句話說 如果兩種不同的花色 配對的時候 比如說我剛剛說 紫花配白花 就白花消失了 全都是紫花 表示紫花是顯性 跟這情況有沒有一樣 一模一樣 你再看一次 這是圓的 這是皺的 他們配對完之後 皺的消失了 所以皺的是隱性 隱性怎麼樣 它在 但是因為表現出來是顯性的 所以你會知道說 當這兩個配對的時候 某一方被消失的 那個就是隱性 就我剛剛說的 如果是白花配紫花 配出來的紫帶 全都是紫花 白花不見了 那白色就是顯 隱性 所以紫色顯性 而這情況一樣 這個是圓形種子 它是大阿大的 這是皺的種子 小阿小阿 配出來的紫帶怎麼樣 全都是圓的種子 沒有皺的 可見這個皺心種子 它就是隱性的基因 這樣知道 好 那再來 如果說我把這個 他們配對好的這個紫帶 再重新配一次 什麼意思 大阿小阿配大阿小阿 好 我把這個大阿小阿 去配對大阿小阿 好 注意這個 注意這個大阿小阿配大阿小阿 會配什麼結果呢 當我把這個 它都是圓形的種子 它紫帶都是 看起來都是圓的 重新再配一次 把這裡面 全面拉起來出來 再配一次 那配出來之後呢 它的紫帶 的基因型 會有三種 大阿大阿 這是一種 大阿配小阿 就是大阿小阿 大阿配小阿 大阿小阿 小阿小阿 小阿小阿 跑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裡面 這三個都是圓的 只有這一個 它是皺皺的種子 因為它小阿小阿 這個是皺的 只有這個是皺的 其他都是圓的 就是圓的 圓的 圓的 只有它皺的 所以更加確認說 這個皺的 就是影性 為什麼 兩個都是圓的 圓的配圓的 跑出皺的 對不對 可見皺的是影性 這樣知道嗎 所以當你在配對的時候 比如說 兩個都是紫色的花 配一配之後 跑出白色的花 那白色花是影性 因為紫色是顯性的 表現出來了 所以紫色配紫色 跑出白色 那白色就是影性的 一樣的情況 圓形配圓形 跑出來皺的 皺的種子 可是阿阿怎麼樣 小阿小阿就是一種 影性的 這個時候你看 它整個數量比 它的紫帶的 因為那個種子的數量很多 它那種子的一個數量比例 看起來 它會是3比1 圓的跟皺的比例 圓形的種子 去比上這個 皺形的種子 它的數量比例 會接近3比1 是接近 有時候不會完全相等 不可能說剛好是300 100 31000這樣配 不可能 可能是298 配10幾 或是298 配90幾 就是它很接近3比1的比例 這樣知道嗎 這是一種 所以記得 看到比例3比1 想到它是大阿小阿配大阿小阿 這個要背 只要看到比例3比1 它是一大A小配一大A小 就是顯性隱性配顯性隱性的 這種情況 才會是3比1 所以結果你要記下來 因為等下後面都會用到 好 這是一種 再看另外一種 那如果呢 我把這個紙帶 這個紙帶是大阿小阿 它的種子是圓的 大阿小阿 種子是圓的 去配上這個 揍心種子 它的花 所以這是小阿小阿 結果它產生子帶很特別 多特別的 你看 大阿小阿 圓的 大阿小阿 圓的 小阿小阿 皺的 小阿小阿 又是皺的 所以這個是圓的種子 這個是圓的 圓的 這個是皺皺的 種子外觀是皺皺的 所以你發現怎樣 比例怎樣 比例就是1比1 剛好一半一半 接近一半一半 所以如果呢 你產生的紙帶 它的顯性跟隱性的比例 會是一半一半的 就是大阿小阿配小阿小阿 包含像我剛剛說花的部分也這樣子 如果這個是花的話 它也是這樣的配對 大阿小阿配小阿小阿 它的紙帶比例呢 會接近1比1 一半跟一半 好 這個比較特殊記下來 因為這個比較參考 所以你看到它的比例 是1比1的 一定是一大一小配小小 就是它的英文字母 大的表示顯性 小的英文字母 小顯英文字母是隱性 所以它是大小配小小 就是1比1 就是一半一半 如果是大小配大小 就是大寫小寫配大寫小寫的話 它就是所謂的3比1 它的顯性跟隱性比例是3比1 那如果是大小配小小 它的顯性跟隱性的比例會是1比1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很重要 等一下我後面再多做一些解釋 因為這個東西太重要了 後面很多題目都用到了 好 這以上呢 這個講的就是那個 遺傳那個 旗盤方格法 講那個我們在遺傳那個精英配對的時候 通過這方式可以算得出來說 它的比例會是幾比幾 那我剛才已經配過了大阿大阿配大阿大阿 小阿小阿配小阿小阿 還包含了這幾個 同學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那如果說呢 像這樣的配法全都是顯性的 好 我們來看題目的部分 我們從題目下手好了 預計 因為只要分兩次上 因為一次上課壓力太大 你們會學習的不大好 所以我分兩次上 就可以再多複習一次 好 我們看那個在47頁的第一題 那題目是說呢 根據孟德爾的遺傳法則 當成對的兩個遺傳因子是不同形式時 則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耶拉說 所控制的性狀呢 能表現出來的就是顯性的遺傳因子 正確 只要可以表現出來的那種性狀 那種樣子 比如顏色的改變啊 高筋矮筋啊 種子的圓根奏啊 表現出來的就是顯性的遺傳因子 沒有錯 好 所以答案選的就是A了 其他的描述都不對 好 第二題他說 碗豆的高筋遺傳因子是大T 他好說 高筋就是說這碗豆長得比較高啊 這個是顯性的 它寫個大T 代表顯性 所以高筋就是顯性 那矮筋的遺傳因子呢 是小T 所以這個是矮的 矮的就是說呢 它的那個筋呢 長得就沒有這麼高了 就明明顯比較矮 好 他說呢 兩株 碗豆雜交 所得的子袋 高矮筆 1比1 你就回想了喔 老師剛好說過 什麼樣的配對下 會造成1比1 你知道搜尋一下 老師剛的配對法 有沒有意思 我剛好說 1大1小配小小1比1 對不對 所以代表說呢 它的清代的基因型 一定是大T小T 因為這是一對的基因喔 再配上一個小T小T 它是 這個表現出來是高筋碗豆 這表現出來是矮筋碗豆 那高筋跟矮筋 它產生的子袋 就變成這樣子喔 大T小T配 變大T小T 這也是大T小T 這兩個配的時候怎麼樣 小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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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比例才會是 高的兩個矮的兩個 2比2 約分1比1 所以高矮比例是1比1 要這樣的配對法 大T小T配小T小T 這樣才會1比1 所以它問你說 它的清代的基因型為何 它問清代是問這兩個 大T小T配小T小T 所以答案選的就是豬 它是大T小T配小T小T 產生出來的子袋才會是一半一半 一半都是高筋 一半都是矮筋 好 這個是第二題喔 這樣子應該有聽懂吧 好 這樣那個第三題喔 好 第三的話呢 好 我把這拆掉 第三題喔 好 以致豌豆的豆甲 圓的對扁的 圓的是顯性 圓豆甲 豆甲是圓的喔 圓的豆甲 它是顯性 叫大R 那比較扁的 豆甲是小R 它是一種隱性 它取的是圓的豆甲 跟扁的豆甲喔 扁甲碗豆啦 互相做交配 它的遺傳因子呢 組合如副表 它這樣寫喔 它這樣寫喔 這個是大R小R 配小R小R 這邊分別寫的是 夾一丙丁喔 它問你說 呃 子袋何者是扁甲碗豆 如果你要造成扁甲碗豆 扁甲又是小R 小R 隱性的 所以必須怎麼樣 基因形式兩個 都是小R的 才會是扁甲碗豆 那這邊哪邊會有 你開始看的啊 怎麼配會有 這一個 這樣配出來 大R小R 這一個配下來 這配這啊 大R小R 這一個 這樣看過來 這往上看是小R嘛 往這邊看小R 小R小R 往上看小R 往這邊看小R 小R小R 所以 你要配出扁甲碗豆的 這兩個基因形 有可能會發生 就一定會發生 因為造降配一定會發生 所以學乙跟丁喔 所以乙丁就一定是扁甲碗豆 所以大家選的是B 我相信你會從那個題目裡面 會越做越清楚說 這個棋盤方格法是方便我們做判別 它的一些精英型的一種現象 不然指代表現出來的一種比例 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所謂的棋盤方格法 好看那個第四題喔 好第四呢 他題目是說呢 好 孟德爾呢 就那個神父喔 他從事碗豆的遺傳實驗 進而歸納出遺傳法則 何者不是碗豆的特點 他當初找碗豆 剛好是有一些特性在 優點在 那哪一個不是啊 他說生長期短 容易大量摘培 對的確喔 你生長週期越短 可以大量摘培的 容易觀察出來 他的一些表現的差異 而且生長週期短的話 可以反复多做更多的實驗喔 所以A這個4 不是不是喔 B他說 個體大小適中 容易操作遺傳實驗 他也不會太複雜 就他個體剛好大小是比較適合的喔 因為太大的 或太小的實驗對象都不適合 對不對 那個C他說 他沒有許多明顯的性狀 移工觀察 這不對啊 我們要看出表現型 就是馬上看得出來說 他哪裡有差異性在 一個高一個矮有差異 紫花白花有差異 種子圓的皺的也有差異 有沒有看不到出來的不行 所以那個C都不對啦 答案選的是C 那個豬說可以行自花授粉 這很重要 他可以行自花授粉 他能夠控制他的基因型 基因的配對 所以答案選的是C 這C不適合 好第五題 以下何者不是生物的性狀 哪一個不是 A他說 碗豆精的高矮 高矮是表現看得出來 那個是一種性狀 表現出來在外可以看得到的 諸拉說 種子上的斑紋 斑紋看得出來也是一種性狀 好 人類的指法 指法跟捲法也是一種性狀 像老師有點微捲 因為頭髮少看不太出來 其實我是捲法 我知道你不相信了 不過是捲法 然後有些是指法就是頭髮就很直 他就不會捲 而捲法就是Q毛 所以指法是性狀嗎 當然是 那是答案生竹 染色體的數目 染色體的數目算是性狀嗎 不是為什麼 因為像以人來說好了 都是23對46條 每個人都這樣子 那怎麼叫性狀 所以染色體的數目就不叫性狀了 性狀是說表現在外 可以觀察得到的 好 所以答案選的是豬不是 好 第六題 碗豆種子的顏色呢 是由一堆遺傳因子所控制 假設喔 黃色的碗豆 它是顯性的大歪 第六題 假設碗豆啊 黃色是大歪 這是黃色的 好 那綠色的話呢 綠色你不要說Green是不是G 不是啊 綠色是隱性的 隨便小歪 小歪對 所以小歪是綠色的 所以要用這個大小寫來代替說它顏色 那大寫歪就是顯性的黃色 那要是綠色的話 就是隱性的小歪 換句話說 黃色的基因有兩種寫法 哪兩種呢 一種叫做大歪大歪 一定是黃色 大歪跟小歪 還是黃色 也只有小歪跟小歪遇到 隱性的遇到 才會是綠色 那他說呢 他說呢 他取兩株黃色的種子 碗豆進行交配 他取黃色的 種子呢 就紙袋之中呢 他的種子顏色呢 黃色的有 290株 就他最後的紙袋去研究 黃色的290 那綠色的 那綠色的 有98 欸同學你看一下喔 黃色290 綠色98 黃色有沒有很接近300 有 綠色有沒有很接近100 有 約分之中幾比起 3比1 對不對 而且你想喔 他取的是 兩株都是黃色的 取出兩株都黃色 還跑出綠色 那各個確定說喔 他的配對法怎麼樣 這兩個都會有一個隱性的綠色在 兩株都是黃色 但一定會有一個隱性綠色在 你要怎麼配 又是3比1的 有沒有印象 有 大小配大小 我就說 你是這個喔 你是大Y配小Y 大Y配小Y 他的紙袋 的表現形跟隱性 表現出來的一個顯性跟隱性 才會3比1 然後大Y 這兩個喔 大Y大Y 這個是黃色 大Y配小Y 黃色 大Y配小Y 還是黃色 哪一個是綠色的 這一個 小Y小Y怎麼樣 才是綠色有沒有 所以黃色跟綠色比例3比1 因為 有大Y就黃色啊 黃色是顯性喔 對不對 兩個小Y才是綠色的 所以 也只有大小配大小 才會是3比1 所以他這個問題說 他的 清代的碗豆的遺傳精英的 因子的組合 應該是哪一種 答案就是大Y小Y 配大Y小Y 所以選的就是A 所以可以用貝的嗎 當然這個章型你學熟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只要是考到3比1 就是大小配大小 只要他的紙袋 他的那些表現形喔 跟隱性的做對照 顯性的做對照 他是比例3比1 一定是大小配大小 那也只有呢 大小配小小 就是 大小寫啊 大小配小小的時候 他的表現形才會是1比1 顯性引性是1比1 好 等一下我們再看喔 你會發現題目越做越多 你就越來越厲害了喔 好 這題答案選的是A 好 再看那個 第七題喔 在那個講義第四十八頁 好四十八頁呢 我把這個先插掉喔 這個題目我們其實出了很多 就是關於棋盤方格法 配對到他的紙袋 產生的結果 這個提醒我出很多 而題目做多之後你會發現 其實最難就搞這東西而已啊 你把最難的學會之後就簡單的知道嗎 所以你就不會再怕說這個單元有什麼好難的喔 最難的其實都在我們這邊都會講到的喔 好看那個第七題喔 他說天竺鼠的體色呢 有黑色跟棕色 天竺鼠就是那個比較大隻的老鼠 很可愛的喔 就是那個天竺鼠寶寶 天竺鼠寶寶嗎 不是吧 有個什麼車車喔 GG喔 跟那個什麼 那卡通不是嗎 天竺鼠GG嗎 車車喔 還有黑色跟棕色喔 那黑色的基因型呢 是大B大B或大B小B 比如說表現出來是黑色體色的 那個毛毛那個毛是黑色喔 他是大B 就是只要大B就是黑色 所以他有分為大B大B大B小B 那如果說那個 那個天竺鼠啊 他顏色是屬於棕色的 棕色很像咖啡色喔 就小B小B喔 這是所謂的棕色的基因型喔 他說寵物店呢 他利用雜礁的方式 他想同時得到這兩種體色的天竺鼠 而且呢 黑色的比例要高於棕色 他不是說黑色棕色一半一半喔 他希望說呢 黑色多一點 但棕色不是沒有 我棕色要少一點 哪一種比例方式 會黑色比較多 棕色可以少一點的 有一個3比1的 有沒有意思 在3比1情況下 顯性3 隱性1 3比1 3比1怎麼配 大小配大小 好我們再複習一次喔 你看喔 這最好可以把它背下來啊 就不用再每次這樣寫了 大B小B 配大B小B 配對過程的時候你看內容喔 看什麼東西呢 這個位置 大B大B 這個位置 大B小B 這個位置 大B小B 這個位置 這樣看 小B小B 只有小B小B是棕色 其他都是黑色居多 所以 他的那個天竺鼠的精英型 只要找出兩個都是黑色的 然後的精英型又是大小跟大小 大B小B大小B小B的話 他配出來的子彈 他生出來的下一彈 黑色的比例就比較高 那中身就比較少 所以答案是大B小B 配大B小B 都是黑色的喔 黑色的天竺鼠 黑色的天竺鼠 那他精英型是大B小B 配大B小B 所以答案選的就是C 你會發現我們一再複習 一再再講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很重要 這樣有學會嗎 好 你來跟我說天竺鼠 車車 對沒錯 GG嘛 天竺鼠GG啊 我沒有說錯 我沒有說錯 那個不是G馬炮的G嗎 我們在玩象棋的時候 也不會念車馬炮吧 我們是念G馬炮的 所以叫天竺鼠GG 好 第八呢 他說呢 豌豆的高筋 豌豆的高筋 是大T 對於矮筋是小T 是顯性的 我再寫一次喔 大T是高的 那小T就矮的了 因為這兩個是相對的 大T小T喔 他說呢 他把那個高筋 豌豆跟矮筋 豌豆做雜交 今晚呢 他的第一子代的高矮筆 是138比上135 138比上135 它是取高筋跟矮筋 很明顯喔 高筋就是 高筋有兩種 一種是大T大T 或大T小T 對不對 矮筋只有一種 小T小T 不知道取哪一個 但他配出來之後呢 發現喔 他的高筋矮筋的比例 是138 比上這個 欸我們都寫138 138比135 好 這邊改一下 138比上135 138比135 有沒有很接近1比1 有 他的比例喔 很近 很接近於1比1 對不對 很接近 那什麼情況下 配對法 才會說你的高筋 配矮筋 他的產生 子代都是一半高 一半矮的 有沒有印象 我有講過 那個要背 那很特殊都要背 那個3比1 跟1比1都很特殊 一定要背下來 對大小配小小 也是大T小T 配上小T小T的時候 他的子代呢 就會是1比1的 一半高 一半矮 這樣配下來喔 這一排都大T小T 那這一個下來之後 怎麼樣 全都小T小T 所以剛好一半高 一半矮 所以 也這種這樣配對法 才會這樣子喔 所以答案選擇就是 欸他說 欸他說 這實驗中呢 第一子代的高筋碗 銀傳銀子是大T小T 他要挑錯的喔 大T小T 第一子代 這要第一子代喔 這個對喔 那第一子代中呢 矮金碗豆 是小T小T 欸這個一定都對喔 所以AB都對 他要挑錯的喔 那是他說 第一子代的高筋碗豆 互相交配後 第二子代 他說全都是高筋 這為什麼東西呢 他說第一子代的高筋 這個東西喔 高筋是這個東西喔 這個東西再配一次 你是大T小T 配大T小T 我剛好說過喔 一大A小配一大A小 配出來是3比1耶 有沒有 他是這個是TT 這是大T小T 大T小T 這是TT 所以呢 他是三個高一個矮 比例3比1耶 所以不會全都是高的 那C選上是說 他取這樣配出來之後 全都是高筋 不可能 會有矮金跑出來喔 所以C就錯了喔 那豬他說 第一子代的矮金 碗豆 互相交配 第二子代全都矮金 對不對 對 因為矮金都是隱性的啊 隱性小T小T 所以你取這個出來再配一次 小T小T 去配上小T小T 我不選了喔 全部怎麼樣 都小T小T啊 所以全都是隱性的 所以 只要是隱性的 所以矮金碗豆 一定都是百分之百 矮金碗豆 他配不出高的 為什麼 因為矮金碗豆 是隱性的小T小T 所以小T小T 配小T 他的紙袋 全都是小T小T 全都是矮金 但是喔 高筋碗豆的話 有可能配出矮金的 如果他的精英型 是屬於 我這沒有寫喔 如果這高筋的喔 他是大T小T 但是喔 去配上大T小T 怎麼樣 而就會有 有 產生 矮金的可能性了 對不對 所以高矮比怎麼樣 3比1 好 這個OK喔 重複再講喔 好 這樣我們看那個 在講義的 第9題喔 48頁第9題 我把這參論喔 我們現在教的這個是那個 遺傳法 法則的棋盤方格法 那這邊會花比較多重點 在講那個棋盤方格法 的一些提醒喔 因為這個一直都是一些 考試的重點喔 有時候這個地方 考出來之後 你只要你會 這單元都不是問題啦 要主要是考這東西啊 所以會考 或者是那個 學校的段考 或是大小考啊 這棋盤方格法 的配對法 你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因為真的很重要 好 看那個第9題喔 好第9呢 他說喔 桃子 桃子有吃過吧 就是那個 水蜜桃那個桃子 好那桃子的話呢 他說果實呢 表面光滑的 是由顯性的遺傳因子 所決定的喔 那有毛的呢 是隱性的 我說桃子啊 有些是 外表的皮啊 比較滑 有些那個毛就比較多 對不對 所以他說 這個比較光面的喔 他是 他是 顯性的 顯性的 好 光面 寫個顯喔 他是顯性 那有毛的 有毛是隱性的 好所以有那個摩 感覺起來 皮是有毛的喔 他是隱性的遺傳因子喔 好說呢 如果將存種有毛的 齒蕊 跟存種有毛的 花粉 你現在是有毛配有毛喔 有毛配有毛 一個是有毛的齒蕊 一個是有毛的花粉 為什麼要找有毛的齒蕊 有毛的齒蕊 他的胚珠 也都是有毛的基因 有毛的熊蕊 他的花粉裡面的精細胞 也都是有毛的 因為精卵要去 去雜交嘛 好 這個沙蕊呢 他所發育出來的果實 是哪一種類型喔 那答案呢 說全都是光面的啊 全都是毛的啊 還是說 毛的光的比例幾比幾這樣子喔 你看喔 毛的什麼性 關鍵出來的 有毛的是隱性啊 那隱性配隱性 全都是隱性 全都是有毛的 不用懷疑喔 所以答案選的是死有 他都是毛面的桃子 這樣清楚嗎 也只有隱性配隱性 百分之百都是隱性 因為隱性的基因 他沒有顯性的 所以出來都是隱性的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一題啊 有毛是隱性 所以有毛配有毛 紙帶全都是有毛的 不用想了 隱性配隱性全都隱性的 所以答案選擇是死有 好看那個第10題喔 關於性狀的表現 下列何者錯誤 欸他說 凡是表現出隱性性狀者 他的細胞內的一對遺傳因子 必皆為隱性的遺傳因子 他挑錯的喔 你只要表現出隱性的 代表說呢 你的那一對遺傳因子 都是隱性的 才會表現出隱性 對不對 當然對啊 我們剛剛不講過嗎 有毛的是隱性的話 你必須兩個都 遺傳因子都是 都是那個 剛剛什麼代號 剛剛沒有代號 就是 你的隱性配隱性 都是隱性的喔 所以那個答案 那個A是對的喔 他要挑錯的 那比他說 細胞內的一對遺傳因子 若皆為隱性的遺傳因子 那必定表現出隱性的性狀 這個也對 你只要是隱性的遺傳因子 一定會表現出隱性的性狀 那細胞說 凡是表現顯性的性狀 他的這一對遺傳因子中呢 必皆為顯性的遺傳因子 對不對 那就不對了啊 就我們剛剛說的啊 高晶 有這樣子的 也有這樣子的 這個就怎麼樣 包含了那個矮晶的一個隱性基因 但表現出來是高晶的啊 所以這希的說法就是明顯有錯誤的喔 不是說都是顯性的基因 那主他說 細胞內的一對遺傳因子 若皆為顯性遺傳因子 則必表現出顯性的性狀 好是說啊 如果像這個啊 都是顯性的遺傳因子 則表現出來一定會顯性 當然對啊 如果是一個顯性跟隱性 表現出來一樣是顯性的喔 那除非怎麼樣 兩個都是隱性的 才會表現出隱性的基因在啊 那假設如果說這T是 大T是高晶的話 那這兩個就是矮晶的意思 這兩個隱性的變矮晶 兩個大T一大矮小 那都是高晶 第四題啊 好看那個第11題喔 我把這黑板整理一下喔 他說呢 某一種蒼蠅呢 他的眼睛呢 具有紅眼跟白眼兩種的特徵 下列合者單獨即可判斷出 紅眼是顯性 白眼是隱性 就說你怎麼知道說 第11題喔 你怎麼知道說 紅的它是顯性 怎麼知道說呢 白的它就是隱性喔 我剛好說過 所謂的那個顯性的基因 他就說這個 遺傳因子在 它就是顯性的 那為了方便做解釋喔 我把這個他沒有給啦 我們這樣寫喔 假設這個紅色顯性叫大R 所以大R小R眼睛紅色 大R大R眼睛紅色 那白色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就小R小R 也只有小R小R怎麼樣 眼睛才會是白色 所以白色是隱性的基因 像這樣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知道說 誰顯性誰隱性呢 你怎麼去配對它 你這樣想喔 紅色配紅色如果都紅色 你不知道它顯性或隱性 一樣的道理喔 白色配白色都是白色 你也不會知道 它到底是顯性或隱性 但是喔 如果兩個紅色的那個 是蒼蠅嗎 對蒼蠅喔 兩個紅眼睛的蒼蠅 配對的時候 突然伸出白眼睛的蒼蠅 那很明顯白色叫隱性 這樣清楚嗎 因為白色是隱性啦 所以你不可能說白色隱性 配白色隱性的 白色眼睛的蒼蠅 互相配對 伸出紅眼睛的 不可能 因為白色是隱性 這種意思嗎 所以什麼叫隱性的基因 我取兩個都是紅眼睛的蒼蠅 配出來之後 居然跑出白色的 異類 隱性 這樣清楚嗎 所以答案選的就是說 它是紅眼 配紅眼 但跑出白眼 那比例幾比型呢 3比1 為什麼3比1 因為我們剛好說過 紅眼配白 紅眼配紅眼的 這個是紅眼 這個是紅眼 大阿小阿 它配出來的紫帶 怎麼樣 紅眼跟白眼的比例 就變3比1了 比如說這兩個配 大阿大阿 紅眼 這兩個配 大阿小阿 紅眼睛 這個配 大阿小阿紅眼睛 也只有這個怎麼樣 小阿小阿是白眼睛 所以 這兩個的它的青帶 都是紅眼睛的蒼蠅 但配出來的紫帶的蒼蠅 居然會有白色跑出來 而且比例怎麼樣 3比1 數量 紅眼睛的會是白眼睛的3倍 叫3比1這樣子 所以答案選的就是豬 有時候這個東西 你只要備熟它都很簡單 我們再回簡單複習一下 那個紫帶裡面 如果產生它的顯性銀性 到一半一半的時候 就是大小配小小 你就這樣記得 它就是那個大阿小阿配小阿小阿 就一半一半 一半紅眼睛 一半是白眼睛 我這樣寫 比如今天這樣配 我們是一個是紅眼睛的 這個是白眼睛的 配出來怎麼樣 一半都是紅眼睛 一半都是白眼睛 有沒有 所以如何配出一半一半的效果 就是挑一個顯性一個隱性 但顯性那個一定大阿小阿 所以大阿小阿配小阿小阿 我簡單講大小配小小 這樣配出來一半一半 那怎樣配出來變3比1 大小配大小 就是大阿小阿配大阿小阿 它的比例就變3比1 很好記知道嗎 記下來知道這很重要 因為很重要所以從不來講 有清楚嗎 有齁 好今天是上到 快一個小時了 好了幫我介紹到這裡 然後同學 今天講的一些課程都很重要 請同學務必再把這些題目 再多練習一遍 那我們下一次上課 我接著把這個遺傳 旗盤方格法再詳細說明 好今天講到這裡了 拜拜